欢迎来到车神的战术手册 神鬼莫测的Damian Lillard上线 面握机搞笑路来到季后赛一改常态 上半场重拳出击领先印第安纳27分 而下半场Dark Lewis的被逆转神功 让人吓出一身冷汗 还好最后他只被追了12分 最终没被对手逆转 熊龙老大利拉德在字母格不在的情况下 果然焕然一新 上半场十字头11中 三分十头6中 罚球7罚7中改下35分 35分也是97年有play by play数据以来的 历史第二季后赛半场得分 时评了05年5月的Steve Nash 仅趋19年首轮KD打快撑到38分 季后赛35分也比冠军后卫 Juality在熊子季后赛最高分高了2分 利拉德半场拿下35分的时候 很多球迷认为全场拿50分十分轻松 40分更是保底输出 结果下半场利拉德五投零中 狂砍0分 全场得分依然只有35分 下半场利拉德的振幅值也高达-22 那为什么利拉德上半场超神 下半场只能拿0分呢 这件事要从常规下说起 常规下利拉德面对溜马场均20.3分 49.6%的真实运动率 一剩三负 观感上似乎是利拉德被防死了 也让利拉德成为了重视之地 有人认为是内姆布哈德 极掩护太凶猛 防得很好 但仔细去看这些比赛 这件事并不简单 很多人觉得利拉德的超远三分很厉害 会认为利拉德最厉害的就是标三分球 但利拉德其实最厉害的是突破 利拉德是典型的暴力流后卫 他胜体素质非常好 第一步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在空中对抗也不落下风 他手感不好的时候 一般会用突破来保下线 可以造罚球 可以直接拉杆 最厉害的是突破吸引斜坊 直接找到底脚射手 但在格里芬教练时期 利拉德突破非常不顺 无论是斯普格 波蒂斯 大落 甚至波上都会站在牛角位 或者空切位堵空间 很少清空净靴 让利拉德突破 波蒂斯更是毫无纪律性 挡拆之后不爱拆 还慢吞吞的顺下 既没有下球威胁 也会帮利拉德吸引到夹击 导致利拉德突破环境非常糟糕 有时候被迫选择中距离 而雄物知名人糟糕的处理球 会在斯普格想打低位的时候 把球给到远章的利拉德 完全没有战术距离性 而利拉德这个球员的投射手感 并非长期在线 他们往往需要大量持球和突破 来维持手感 一旦三分手感一开 就能开无双 你再看看今天的竞争环境 刷卡都不会 波蒂斯则会在利拉德出手之后 再拍马赶到 纪律性相比几个月前提升非常大 而且雄物很早就差了波蒂斯上笔斯利 继续帮利拉德优化空间 而哈利波顿防的贝福利 就算占着空窃位 他也不会去协防 利拉德的突破就如入无人之境 另外这场比赛也罕念的出现了 超高位挡拆 常规赛这个战术基本上不用 但是今天利拉德挡拆发起位置非常之高 进一步有利于他的突破 这件事可能也是利福斯在常规赛藏招 其实今天也有一些回合 米德尔顿不去底角 在里面帮利拉德吸引斜防 但好在这些回合并不多 利拉德手感打开了 有时候顶着两三个人也打进了 雄物上半场大量打的是五外阵容 进一步优化利拉德的空间 他的爆发有迹可行 也可以认为是利福斯有意为之 至于他的三分球 其实出手环境和之前并没有差别 只是今天能投进 这件事一方面是利拉德突破滑球 帮他去养手感 另一方面就是四母哥不在 利拉德的信心更足了 而下半场 刘马直接改策略 对利拉德挡拆执行强颜物 夹击力度度非常大 利拉德其实出球还是不错 他给出去的球如果能处理好 都是轻松的4打3 但波蒂斯并没有什么处理球能力 即便有空位他也穿不过去 而选择低效的面框干拔 并没有利用对手夹击利拉德带来的优势 利拉德也能直接给三分球外传出空位 但是大落手感也一般 没能把握住空位 利拉德也可以突破突破 给底角穿了空位 不过AJ格林第一次进击球赛 他也没能把握空位 我认为对利拉德用强颜物 其实相对好的招式 利拉德即便能给出不错的传球 也需要再次考验熊鹿内心的处理球 而波蒂斯大落出球的一般 就算他们能传出三分的空位 你还要看射手能不能把握住 熊鹿击球赛的射手一向都不问题 利拉德下半场持球挡拆越打越少 主要也是为了反针对 通过无球发起来规避对手的强颜物 其实我能猜测到 没有字幕格的比赛 利拉德应该能打得好 这个赛季没有字幕格的比赛 利拉德大部分打得都不错 最经典的是那场 一人打航母三巨头 独坎41分的场次 字幕格作为一个非空间点 他不做掩护人的时候 容易堵塞利拉德的突破空间 而做掩护人 他的瞬下有时候不坚决 处理撒三则不够娴熟 都是磨合了70场 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虽然利拉德这场比赛打得还行 但他和字幕格的坚人问题 依然客观存在 也是他们未来的最大挑战 这场比赛另一个关键是 本来期待和利拉德 评分球色的 Tirese Harley Burden 这场比赛只达了9分8注 下半场更是只达了2分 哈利波顿这个球员 非常依赖走右路 尤其他进入三分线后的 急定中距离的抛投 大量集中在右侧发起 他的挡差也更倾向于走强侧手 这件事通过一个赛季 已经被各个球队 研究得非常透彻 今天贝弗利对哈利的防守 基本上全都放他左路 而在当方挤掩护的时候 独死他右侧的突破 基本已压制了哈利的主攻 而且贝弗利挤掩护之后 依然牢牢地坠在哈利的身后 他的抛投也不容易出手 最后只能不断给外贤喂球 虽然特纳和西亚卡姆 投进了一些三分 但不足以改变比赛局势 而帕斯科·西亚卡姆 虽然全场25中失误 以超高效率拿下了36分13版 但他并没有改变比赛 这场比赛 熊路对西卡的防守策略 基本上以放为主 他摸着保鞋防 甚至开局直接让Bruke López 来对位西卡 大陆面对中远距离的长两分 基本上全放 两只脚牢牢踩在进去里 而布蒂斯下场之后 他们甚至直接用米德尔顿去防西卡 完全无所谓 所谓的错位惩罚 西卡面对这些优势对位 确实予取予求 今天中距离14中9 但是熊路依然坚持单防 并没有改变防守阵型 前锋单挑 在这个时代很难像后卫一样 一手挡拆 就把内线掉离篮下 而且中距离你再准 也就是两分 最重要的是 这种打法和队友 无法产生联系 基本上把胜负 围续在一个人的手感之内 而把正面的发动机 哈里布顿摘出了比赛 今天西卡数据爆炸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也是这个原因 而常规赛 资姆格也掉落了这个陷阱 打流马的五场比赛 资姆格场军砍42分 输了4场 蒂拉德基本上都被摘出了比赛 从数据上 你会感受到一种 熊路输了 资姆格没输的感觉 但比赛内核是 资姆格掉进了空刷陷阱 和今天的西卡非常类似 但西卡并非是故意要刷 哈里布顿无法抗准弧的情况下 他来吃掉这些球权 是一个二当家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场比赛 最大的锅还是哈里布顿 下场比赛 卡莱尔预递将绝地反扑 这场比赛虽然熊路赢球 但在下半场 他们输了12分 他们并没有完全解决 夹吉利扎德的问题 而哈里布顿也不至于 每场比赛只拿9分 在资姆格回来之前 熊路依然困难重重 而在资姆格回来之后 伊拉德和资姆格的兼容性问题 依然是他们的巨大难题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